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来看看拜登 拜登前一阵子一直不断的批评川普 甚至是所谓的批评他的Mega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件事情 是让美国陷入分裂 或是让美国民主灼伤最大的原因 这么大力的批评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可以看到那当然让美国更分裂了 可是拜登他自己的支持率并没有得到便宜 其实还是在低迷的状态 只剩下39%不到40%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两败俱伤 美国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那对于中国的关税要不要取消 本来是说要取消 后来又说决定不取消 现在拜登说话了 拜登说且慢我还要再考虑看看 于是他又要延长延后做出决定 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取消 还是不取消 另外他对内也下了很多的谋要 包括是不是要起诉川普呢 包括那些FBI拿到的文件等等 以及年底选举来了 其中选举来了 拜登政府现在说了 他要延长应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所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 也就是说怕国外势力来影响他们的选举 所以要在选举的时候要把这个紧急状态给延长 另外川普会不会再起呢 看起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川普说我近期就会决定 2024年是不是这两个人又要再对类了呢 拜登在全世界的外交的政策 现在很多人也都在讨论 他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包括乌克兰战争 他要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件事情 让他的盟友其实陷入了一个蛮难堪 蛮难过的一个状态 包括欧盟很多国家 欧洲很多国家 今年冬天会很冷 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那当然这个标题比较激烈 意思就是说人家真的已经这个穷途末路了 包括粮食现在大家都在抢 还有能源的危机 大家也都在抢 吃不饱穿不暖 欧洲人还是欧洲呢 欧洲人吗 西方国家都在抢粮 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 这个抢 这个生产粮食的大国 那你也可以看到普京怎么说 普京说 你们西方说 要叫我能源限价 并且还做了无耻之事 什么事 来做一场粮食骗局 那个时候不是都在讲说 我们要人道优先 把这个乌克兰所有的粮食都运出来 从黑海的港口让他们运出来 因为穷国快要饿死了 结果现在赫然发现 这一些粮食流入发展中国家 根据俄国自己的说法 是只有3%流入发展桌的国家 这些嗷嗷待补的国家 CNN也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他们从联合国的数据发现 这些谷物这么多运出来 可是只有27% 归向流入这些所谓穷国 其中73% 大部分的粮食都被这些有钱的国家 给拿去做储存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是开粮仓 真抢粮吗 假开粮仓 说要振灾 可是你是有钱人拿起来 囤起来了 埃尔顿 这个土耳其的总统说 普京说法是对的 你们跑去乌克兰抢粮 可是流向富裕国家 而不是贫穷国家 另外资源 资源还有包括电器 包括这个所谓的天然气 以及石油 一样一模一样的道理 西方也在抢能源 包括欧洲天然气已经涨了 那这一些亚洲的LNG的价格 比去年也涨了十倍不止 像是穷国巴基斯坦说 我已经买不起了 我这些国家里面的穷人吃不饱 连能源我都买不起了 那包括全球有700艘的LNG船 价钱高的我出船 我美国 我欧洲或是某一些国家 我出高价 我可以把这个你们能源都运过来 可是穷国是出不起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布林肯 最近悄悄的跑去乌克兰 会见了泽伦斯基 那当然 泽伦斯基就信心满满的认为 传达了重要的讯息 华府的支持 有助于我们收复师徒 那布林肯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 他说会增援26亿美元 所以这场仗看起来在美国的支援下 会打到天荒地了 没完没了 可是这个战火还没停歇呢 在希腊跟土耳其 是不是有可能会爆发第二场战争呢 观众朋友 我们看看这个地图 希腊土耳其 其实它本来就是世仇 希腊在这个土耳其在这儿 希腊在旁边 它本来就是世仇 现在爱尔端先发难 他说如果北约 这个要突袭爱情海 所以希腊说 如果北约置之不理的话 这个战争有可能要打起来 乌克兰还在打 这边如果又打第二场战争 那大家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现在中俄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看起来越来越合作紧密了 两个国家的元首 在9月14号会在哈萨克见面 在9月15号会在上河峰会见面 先是习近平出访哈萨克 接下来会到上河峰会 地点在乌兹别克这里 两个人会在欧亚大陆的心脏会面 两个人会做什么协议 或是什么样的合作方案呢 有可能会签署燃料动力 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 其实早在一部 中国的第三号人物栗战书 已经跟普钦在9月7号首签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中俄友谊双纽带 像是黑海 这个黑河的海南炮 黑龙江公路大桥也通车了 还有中俄跨境的铜江铁路大桥 一样打通了气脉双线道 所以世界的局势已经演化到这里了 来请教我们的大使 其实我是觉得拜登讲 这个有关乌克兰粮食的事情 我比较会相信 对不起 普丁讲乌克兰粮食的问题 我是比较会相信普丁 他说只有三% 对 只有三% 我是相信大部分粮食 都被西方国家劫了 可是他们为行 他当时要乌克兰粮食出来 他用的理由是要去救济第三世界国家 这个就是一种很虚伪的 一种欺骗 可是我们看过 尤其西方国家的 他们的一夜殖民死 一夜侵略死 你会觉得这对他们也小菜一碟 他们何时不用骗 而且他们是骗数越来越高明 越来用越多这种非常好 光勉堂皇理由 做一些鸡鸣狗刀之事 所以这只是普丁把它讲出来 我看了那么多西方的近代历史 欧洲国家的 我是接近 我是相信普丁的说法 因为美国现在就等于说 这个强盗碰到强盗了 很麻烦 一个强盗姓拜登 一个强盗是川普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手法 你以为拜登看起来 比川普来得善良一点吗 他直接把它加抄了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表面上看起来 现在川普就在想说 好 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 拜登在想下一步是什么 拜登下一步就是把他起诉 起诉的目的就是怎么样 取消他2020参选的资格 门票就没了 就先让你根本就让你出局了 可是普丁就叫别人放话 他叫这个Lind C. Graham 就是来台湾卖飞机的那位 美国的参议员 那个 蔡英文怕他我就不怕他 我就当没有跟他讲说 你这个考虑 我们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 我不同意 对蔡英文怕他 对 可是他不晓得这些人都是这样子的本质 这性格本质都这样 那Lind C. Graham就帮 这个川普在国会里面放话 他说如果川普被起诉的话 美国很多街 很多的街道上都会有暴动 Riot in the streets 所以都在讲 而事实上会不会暴动呢 会 所以川普现在就用这种暴力的边缘 来威胁这个拜登 拜登用一种奥博的边缘 来威胁川普 这你不像很像黑道在互相 两边都在耍狠 所以美国民主制度有用吗 美国真的是以民为主吗 美国真的有法治吗 美国人真的都像那样子 每天讲的 讲的都是仁义道德 对 他们每天讲的都是仁义道德 实际作为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国际政治的时候 你碰到这些对手 这些 这些豺狼虎豹 就要知道他们的本质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说 可能世界的这个秩序 有人会来 把这个主导权 世界秩序的建构 有人会把主导权 来把它拿回来 谁会拿回来 现在 虎丁很想改写世界秩序 可他想拉着中国一起来改写 可是你看地图一样就看出来了 你看亚洲有多大 我们过去的亚洲是从中国以下往上算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亚洲应该再往上算 你看亚洲有多大 比现在亚洲要大一倍以上 底下还有 对 非常的大 那俄罗斯今天就讲 他俄罗斯普丁在海森威的会议里面 他讲什么 他说任何人以为他能够孤立我俄罗斯 他们都搞错了 他们一去看看世界地图 你要知道俄罗斯之大 而且俄罗斯大部分 然后他下次就说 欧洲西方已经没落了 未来 这个世界未来在亚洲 这是他要决定 他要怎么样 他要指点乾坤了 他要写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了 他最希望拉的是谁 所以你会看到未来 这个世界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就变成西方主导了 三四百年的国际秩序 这个时代要被告终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秩序已经重新被改写了吗 而且由谁主导 是不是就像香港的01所写的 中俄重构心脏地带 他们从这里开始 整个国际秩序 已经要改写了吗 我们来请教老师 新章地带理论是 麦金德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他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家 他认为说 谁掌控了这块 乌拉山区的这块 谁就掌控了欧亚大陆 谁掌控欧亚大陆 谁就掌控这个世界 这是他当初的一个 逻辑的一个推理 很多地缘政治学者都奉为归虐 因此在过去俄罗斯是掌控这一块 可是事实上俄罗斯并没有成为 他没有掌控整个欧亚大陆 为什么 因为他被美国所领导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还有美国在远东地区 还有中东地区所建立起来的军事 各种军事的联盟所潜注 例如说跟韩国 日本 还有当初的台湾 还有菲律宾 泰国等 那么还有中东的国家建立的 中央共约组织 东南亚的共约组织等等 他把它潜制住了 所以当时的前苏联集团 是被困在那个地方 我想麦静德当时的推论 并没有发生功能 没有发生效果 可是现今的心脏地带理论 很有可能又被重新拿出来 讨论是因为 现在俄罗斯也是对外开放 中国大陆开放的幅度更大 所以在全球的 这样一个范围内 欧亚非大陆的心脏地带 又重新活跃起来 谁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最大 谁的力量进去 我觉得它的功能就会越强大 重点就在于一带一路 因为你掌控心脏地带 你必须要就是打通它的韧度而卖 就是它的交通生命线 我觉得这个未来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 起的作用是不可限量 这是美国世界各国 没办法忽略的这个特点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 现在要注意到的是 这个布林肯为什么突然间到基辅去 是 那放出来的讯息是说再提供军援 那这样的做的目的 我觉得有两个 因为第一个就是前段时间 国际间有一个谣传 说美国打算把泽伦斯基换掉 说再误涉新的接班人选 那我想这次这个布林肯去 是不是就安抚泽伦斯基 说我们美国没有意思要换掉你 那我们非但没有要换掉你 我们再提供你军援 是不是等于是美国间接的说 要乌克兰继续要抗俄 要跟俄国继续把这个战争打下去 这个是对于欧洲地区会是好的吗 我想这个是一个部分 另外我倒觉得普丁 普丁我个人的推断是 普丁有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是什么呢 他是故意跨越式的说 这个欧洲或是西方国家 抢了他们97%的粮 因为当初是爱尔多安来协调 开放这个乌克兰的 俄国所控制的港口 让这些乌克兰的粮食可以运出去 这是当初爱尔多安 介入协调出来的结果 结果呢 普丁在一个远东的经济论坛里面说 我被骗了 爱尔多安来协调说开放 然后要把这个粮食运往穷国 我相信了 所以我运出去了 结果97%是被富有的国家抢走了 我觉得普丁在掉耳 掉谁呢 因为你一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可是你会相信你们自己的媒体说的话 我这样一讲出来以后 CNN一定要驳斥普丁讲的话 所以CNN马上去做调查说 普丁说谎 他说97%不对 就73% 大家说 原来还真的是抢粮 因为73% 三分之二 被你这个富有的国家抢走了 然后穷国只分到31% 可是穷国比较多 富有的国家人数比较少 结果乌克兰的大量的粮食 应该要送给穷国的 结果是大量被富有的国家拿走 而是你美国的新闻 CNN的证实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这个就是战略家 就把CNN调出来了 由CNN来间接的证明 原来富有的国家 抢了乌克兰的粮食 而不是穷国 我现在担心的反而是中等 区域的中等国家 土耳其 土耳其很明显的利用 欧洲的内乱 它寄予于爱琴海 希腊的土地 爱琴海 希腊的土地 是二次大战之后 所配给这个希腊的 当初确实是西方列强 配给希腊的 现在的情况是 埃尔多安不认账了 所以他跟希腊的矛盾 挑起来了 如果欧洲没办法帮希腊的话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麻烦了 所以战争有可能会起来 我觉得土耳其一直在扩张 他的势力范围 例如说他也侵入了叙利亚 北部去攻打库德族 过去欧洲是反对的 现在欧洲无能力反对 他也进入了利比亚 过去欧美是反对的 现在他的力量也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土耳其 利用欧洲 美国跟俄国之间的交战 混乱的过程中 不断的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土耳其会是欧洲的 另外一个动乱的根源 没有错 艾尔端他的野心 其实蛮大的 过去也可以看到 他在执政的时候 其实展现的蛮多 很有雄心壮志的地方 那对其他周围的国家来说 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 也不见得是一个人 他重新地可以看到 他在评定的 dificuldade 一个人都远不得了 他经常叫他 他经常叫他 他经常叫他